下面本经 理工听发明 阿弥陀如来 开示 射方来临着正式 啊 这是射方 初 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跟大家举行开学典礼 这里面的开示 正式在家俱死 称正式 通达诸法新 一切空无目 专求敬佛土 彼尘如是茶 你看 这是 对大家 开始 说什么呢 说明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 主要的因 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其次 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些人 无论 无论你是什么 等级 都应该 以四十八月做自己的愿望 语言嘛 因是阿弥陀佛 语言是我们往生这些人 我们跟阿弥陀佛 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理念 同一个方向 都 是阿弥陀佛的教会 这就信了吗 在他这个道场 语言满 陈旧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二十七车家 德功夫成面就提升了 生方便 犹豫鱼图 他不再同居图了 再有个十年 顶多十五年 的思义性不乱 离义性不乱 那就生十八传言图了 那就是同大主发心了 一切空无骨 这两句他做到了 像慧能大师 同等的地位 我相信 四十岁左右 他达到这个境界 他生到极乐世界 是十八传言图 是法身菩萨 一切空无骨 都是四十真相 万法皆空 金刚经上 告诉金刚经在中国流行 最深 是因为六族慧能大师 在这部经常开悟 便于观照 经上讲那两句话 太好了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就是一切空无 跟着一个意思 你也是 你也是 你也是了解四十真相 你就不把这个地方 放现上 你这烦恼就清了 智慧就涨了 了解四十真相 一切空无 也就是 一切现象 都是虚妄 后头一首记字说得更好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报应 有违 是有生有灭 你看动无 有生老病死 植物 有生猪一灭 旷无 山火大地 有尘猪坏空 连星球 都有生有灭 太阳系 也有生灭 萤火系 也有生灭 这科学家 告诉我们的 凡是有生有灭的 都是梦幻报应 都是假的 都是真的 诸法信 信神诸法 法信是真的 法信是空无我 法信没有现象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但是 它起作用 能生一切现象 所以慧能大使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没有想到自信 能够生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是自信 生的 自信 现的 但是 阿赖也变的 自信 生自信 现 是《使法图》 不生 不信 是《缠记观净土》 这个我们就搞清楚 那么阿赖也 阿赖也能变 把自信 所生的 《使法图》 是宝图 变成十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完全是假的 千万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好啊 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 西方世界有凡圣同居图 我们这是凡圣同居图 我们这是凡圣会图 忍物 严重忍物 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进度 它那里没有忍物 不但没有忍物 它舍暴图的同居图里头 也没有生命 人无量寿 一切万物 树木花草 四季长春 它只有春天 没有 夏天秋天冬天 没有 最好的气候 花草树木都不声不明 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去 而且决定 拯救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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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